资深音乐人李昆成4月9日深夜病重理事 没想到事后却掀起争产风波 不过对于李昆成的儿子李卓轩而言 重要的并不是钱货财产 他表示想要拿回的是爸爸收藏的黑胶和艺术品 就算有人想要用现金来收藏 他也会全数捐出一毛不拿 并公开捐款证明 他表示已放弃争夺从小和爸爸 以及家人们一起长大的房子 李卓轩接受三立新闻网 访问也认为因为弟弟爸爸叔叔和姑姑 全部都在这间房子生活 他只有最后十年才在这间房子就要拿走全部 我觉得蛮不公平的 不过目前也对林静恩提告伪造文书 认为爸爸生前所说的一些事情 不应该都是由他来转述 我们就是进入法律程序 就是不想隔空讲话 透过律师处理 他还透露自己早就买了两间预售屋给爸爸 不过还没来得及盖完 爸爸就已经走到人生尽头 李卓轩也曾经跟爸爸说好可惜 但李坤城则透露自己比较希望的是看到儿子和媳妇可以成功怀孕 让他能够抱孙子 针对网友质疑为什么李坤城弃切之后才被通知 李卓轩其实并非如网友所猜测 与爸爸关系不好 一直都没有联络 而其实李卓轩除了一间扛起家中经济之外 就连医药费也是他全数缴轻 粗估约50万的费用 至于李坤城人生最后一里路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李卓轩只要有时间就会去陪伴 但因为工作因素 没有办法日日夜夜陪在旁边 他表示 我去的时候爸爸也是要我事业加油 专心在事业上 其他部分有姑姑跟林静恩两个 李卓轩今日晒出爸爸身前躺在病榻上 一人好友逐约信 来病床旁陪伴 李卓轩则是透露 我们没有举办告别式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有帮爸爸办了一场生前告别式 当时李坤城进入弥留的状态 主治医生说剩不到一个月 不过仍能简单回应的状态下 李卓轩就开始陆陆续续邀请李坤城的好友 来跟他见上最后一面并好好道别 李卓轩也说 就是不希望长辈快过世了才来 所以才没有办告别式 有种感觉是生前告别